大家知道一个人是怎么废掉的吗 这九点你千万要注意 第一 自命清高 我常说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赚钱而止 想赚钱就一定要没有脸 要把自己的脸放在地板上 很多人就说这个老师没有格局 只知道赚钱 我想给你说个故事 金嗓子的江沛珍董事长 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企业家 初次见面时 他的一个行为让我差点跪下 那时候他刚走进我的课堂 上了一天课后 他说要见我 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课间的时间去见他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把他请到VIP休息室 然后我上个洗手间 结果等我走到休息室的时候 董事长一直站在那里 他见到我的第一个动作 居然是鞠躬90度 然后说了声 顾老师好 我那一瞬间差点想给他跪下去 就是以他的威望 以他的年纪 他的身段可以做到这么柔软 把自己的脸放到地上去了 所以大多数人没办法尝试 并不一定是能力不行 而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一个眼中全是自己的人 是做不好生意的 你会喜欢跟自私自我的人做生意吗 第二 懒惰 第三 情商 多数人最擅长的是 见面三秒 把天聊死 要么让对方接不住话 要么接不住对方的话 大多数人很难做到 让对方见面三秒就喜欢上你 你要意识到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能力 如果你具备这个能力 你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好 你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和睦 给你举个例子 我回苏州 从来不会跟我的苏白兄弟 说我懂定位 说我会做生意 因为当年 我有一个兄弟是做纺织的 我好心的跟他聊了天 从定位视角 说你不能这么做 结果他回了我一句 你一个外行人 难道比我懂这个行业吗 从此之后我就发现 人并不需要你对他好 而是需要你以他想要的方式 对他好 所以最好的沟通方式 其实不是聊你想说的 而是聊对方想听的 你要把对方聊海 知道聊了对方才会喜欢上你 才会买单 你永远记住我这个沟通三段论 首先学会赞美 说对方喜欢听的话 跟他拉近心理距离 其次学会送礼 最好的礼物 是微笑 再就是投其所好 实在不知道送什么贵的礼物 一定没毛病 而且那个标价 一定不要再知道 要让对方知道 你有多重视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反驳和解释 大多数人最喜欢做的 就是反驳和解释 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在自己的圈子里这样 我不管你 但是用这种态度做生意 你终将一事无成 因为你的心里 一定要有一个理念 就是你的目的是 把自己的产品跟服务 卖给所有人 卖到世界各地 这么多人一定有你不喜欢的 但他一定要喜欢你 他才会买单 所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永远别跟消费者站在对立面 第四 沉迷娱乐 第五 自控力差 第六 不懂人情世故 要读懂人情世故 我特别推荐读红楼梦 春恨秋悲皆自人 花蓉月貌为谁言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算了亲亲性命 大官员里太多金 句句都是人生的 第七 怕吃亏 是福 是既得利益者 说给失败者听的 你不要把吃亏当本事 但同样也不要怕吃亏 适当吃亏 是结交人脉最好的方法 你要明白 无论是富人还是贵人 他们永远比你聪明 你吃亏 他们是看在眼里的 遇到想帮衬你的人 你的每一次吃亏 都是在为逆袭蓄力 第八 不懂得依靠他人 很多人天天埋头苦干 说我要靠自己 自己要是靠谱 你早发达了 我常说 成功是有捷径的 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别人 要找到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学会借力 我们的事也太小了 有太多赚钱的方法 我们不知道了 我拜特劳特为师 就是因为赚钱速度好快 拜师之前 我的收入已经很高了 但我在银行的工作本质 是一个销售 靠提成赚的很多 但不可持续 特劳特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时代 如何赚钱并持续去赚 你也一样 一定要去结识 那些认知维度比你高的人 他们不会把财富给你 但每个人都有分享欲 他会把高维的认知分享给你 这才是最值钱的 第九 没有目标 整天浑浑噩噩噩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高大上的理想 我建议你就以赚钱为目标 因为钱可以解决99%的问题 剩下1%的问题可以用更多的钱解决 所以你应该去提升自己的商业认知 去研究这个时代的商业竞争 去赚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桶金 具体应该怎么做 我分享给你 我不是有个线上课吗 这个课就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选对赚钱的赛道 尽可能的少走弯路 第二是如何在这个生产力 极度过剩的时代打赢竞争 在每个行业都这么卷的情况下 找到自己的差异化 从同行中脱颖而出 你可以买个课程 跟家人一起听 听个几十遍 那里面我讲了六七个小时 讲了八大运营体系和218个动作 还有一本定位实体书 读百遍奇异自现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生活和生意经营好 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398元 有毅力的人买它是不会错的 让我们一起提升认知 逆袭人生